晚上今天就讓我們先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要先帶您關心的是天氣狀況 首播的美女封面馬上就要報到了 雖然明天後天才會明顯有感 但是在今天大家已經稍微感受到 這一波封面的威力了 尤其在北北基很多地方都出現了災奇 雙北市還有在桃園的狀況 我們一一帶大家來看 第一個要看到台北市的新疫區 當中的氣球裝著玉樹被吹翻 而且吹到對向車道 砸到了一名機車騎士 另外在新北市的樹林有露樹被吹到 橫躺在路上 另外在桃園巴德 則是因為強風所造成的停電 這個停電的戶數一度來到5000戶 突然一陣狂風暴雨 眼前一片霧蒙蒙 行人撐傘強風呼呼 雨傘瞬間開花 然而就算擋住了強風 還是全身濕搭搭 忽然就輕盆大雨直接下來 真的有嚇到 最早上就說太誇張了 好像海風 新北板橋下午3點多 突然下起暴雨 用路人整個措手不及 大約下半個小時又轉勤 不只新北下大雨 北市則是瞬間刮起強風 新疫區中信廣場的 白色氣球裝置藝術 被吹到不斷移動相互碰撞 甚至飛了大約50公尺遠 從廣場穿越到松仁路對向車道 還砸傷一名急車騎士 我看到的時候剛好在車子上面 然後突然風一大就往我這邊吹 打到我就倒了 騎士手肘和左臉頰挫傷 右肩膀疼痛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沒想到風會大到 把裝置藝術吹過來 這刮起強風達到7級 有如輕度 颱風等級 還有監視器拍下 路樹被吹到直接倒塌的瞬間 嚇壞一旁的攤商和民眾 立刻往後退了好幾步 新北樹林千歲街 路樹不敵強風 新竹市也是下起大雨 同樣行人撐傘被吹到開花 至於桃園巴德也因為強風 只隔6分鐘時間 兩個變電所潰線跳脫 影響將近5000戶 還好搶修後已經全面恢復 第一道美雨封面週三報導 劇烈的天氣變化還會再發生 民眾可得小心提防 鐵別新聞綜合報導 昨天消息帶來掌握到的是 這個台鐵的最新訊息 是台鐵的積極支線 受源泉到濁水晶 因為中華電信的電信 也感倒塌的狀況 所以導致從今天的晚張6點鐘 一直到凌晨的12點 積極線的各列次都是停時的 改公路遊覽車進行接駁 當中受到影響的車站有哪些呢 包括是彰化二水 泉源 濁水 龍泉 還有積極這五個車站 提醒有要搭乘的民眾 一定都要特別的留意 剛剛我們來看到北台灣 受到封面前緣的影響 天氣是非常不穩定的 在中台灣也一樣 在下午的時候 吹起了狂風暴雨 尤其在當中也產生了不少的災情 有人是被掉落的瓷磚砸中 另外有一名富人是被烤漆板砸殺 她62歲帶著家人一起去買東西 沒有想到天外飛來狠火 4月30號下午3點多 台中市區先是刮起外風 接著下大雨 這一變天馬上傳出災情 那人那人走過去了 應該是在那個紅綠燈路口那個地方 監視器畫面清楚拍到有路人回頭 這時是下午3點34分 有一位62歲富人 被工地的烤漆板砸傷 劇烈聲響附近民眾都回頭看 所以是下巴受傷 對 下巴這個地方整個流血 肩膀這個地方有被砸到 據了解當時62歲富人 帶著女兒以及兩個小孫子 疑似剛買完太陽餅要回車上 途中被烤漆板砸傷 下巴有撕裂傷 右手疼痛 台中台灣大道自由路口 有工地烤漆板掉落砸傷人 另一邊3點38分 有瓷磚掉落砸到剛走出超傷的民眾 她的頭部受傷送醫治療 根據台中氣象站所提供的資訊 台中市最大震風 在下午3點34分來到六級 每秒13點6公尺 30號下午氣象署發布大雷雨特報 下午台中天色瞬間一片黑 雨勢來得又急又快 警方表示針對兩起受傷案件 會離奇遭受傷案件 是否是因為工地沒固定好 風一吹雨一下導致路人受傷 TVBS新聞江軍燕周玉峰 洪彩倫許又翔 台中參謀報導 而在金門也下起了超大雷雨 十雨量最多的地方出現在金門的氣象站 總共來到了61.5毫米 很多的路段包括是民泉路 還有民生路這些主要幹道 都出現了嚴重積水狀況 不只路上交通讓很多的駕駛人 覺得好像路上行走一樣 另外在空中交通的部分 也連帶受到影響 幾乎消失的人行道 庫管失了一大劫 狼狽又無奈 瞬間滂沓大雨 不少民眾形容雨像是用到的 雨淡強襲金門神明也落難 金門氣象站觀測食慾量 金門氣象站觀測食慾量 金門站達61.5毫米 金陵站57.5毫米 金沙站 那這個封面系統 它在經過金門的時候 造成相當大的降水 這個系統其實非常的細 它就是一條線而已 所以經過的時間也會非常的快 雖然雨勢會變小 但金門氣象站提醒 今年四月雨量明顯比過去同期還多 預估五月六月降雨量也會增加 呼籲民眾得提前做好防災準備 TVBS新聞王韻婷金門採訪報導 真的要提醒大家做好防災準備 因為現在雨最大的時間點都還沒有到 受到今年第一波的梅雨鋒影響 明天就要正式報導來影響我們的 所以說在星期三 星期四 這兩天將會是雨最大 而且最明顯的一個時間點 包括在各地的低瓦地區 一定都要做好相關的準備之外 因為很有可能出現了激淹水 另外靠近山區的地方 也要特別小心到攤方落實 根據氣象署的資料來看的話 星期三 星期四這兩天雨最大 雖然說風面會在週五離開 但是依舊會有殘留的水氣跟降雨 大家都還是要特別注意 更多的氣象資訊請宣童來告訴我們 美雨季的第一道風面要南下了 禮拜三全台灣的天氣都不太穩定 當然降雨還是以西半部地區降雨為主 東半部地區雨勢也是會有 那麼同時要特別提醒的 就是因為這波風面是移動型的風面 所以後頭有一個微弱的高壓推進它 在禮拜三 禮拜四溫度有感下降 尤其在北台灣地區 我們先來看到在降雨的趨勢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禮拜三 禮拜四是未來一周天氣最不穩定的 西半部地區降雨明顯高於東半部 同時會有大雨的發生機率 另外像是在北部還有東北部 也會有交大雨勢 一直到禮拜五 雨勢會稍微的緩和 但是各個地區都依舊有短暫震雨的機率 天氣依舊是不太穩定 一直到禮拜六 禮拜日 風場開始轉吹為東風 東南風 變成陰風面地區的降雨 還有山區震雨 一直到禮拜一 下一波的風面又位在台灣的北部海面 北部地區又將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而這一波風面過去之後 預計在禮拜四 禮拜五水氣會逐漸減少 而在溫度部分也是你要留意的 衣服要適時的添加 其實受到這種大雨的情況 當然會讓大家覺得特別擔心之外 再加上之前其實連番的地震 都會讓山區的土石特別的鬆動 如果大雨再加上這個地震頻繁的狀況之下 就非常容易出現了攤坊或是落石狀況 受到今天的大雨呢 其實在中橫公路再度出現了落石 尤其是劉方橋路段對面的山壁 也都出現了落石還有攤坊情況 所以最新的訊息我要提供給大家 就是花蓮的天翔到太魯閣的路段 暫時都是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石塊沿著山壁滾落路面 瞬間揚起大量塵土 畫面相當驚悚 視線完全被擋住 幾乎看不見前方 台八線中橫公路天翔至閣口段 正後踩三個時段開房同行 但三十號早上在一百七十四點一公里處 劉方橋路段西端 對面的山壁不斷有落石滑落鞭駁 太魯閣屋段已經到場搶修 並進駐機具在現場持續監看 從三號至今連續的餘震造成土石鬆動 時不時就會看見這景象 目前天翔到太魯閣十二點到下午一點暫停開放同行 後續會再評估山區狀況 再決定是否放行 同一天早上九點多 另一處也發生同樣狀況 在台中和平區三七便道也攤發 巨石滾落下來連樹枝都連根拔起 導致道路完全被阻斷告示牌也被砸歪 崩塌長度大約四十公尺已經堆起小山坡 要爬上去還有點難度 人員冒險到場修復 這裡都是這一塊還有其他的 那總量體總共一千四百立方公尺 目前公路段派遣機具 由東西兩側同時施作 音量體過大 那今次下午四點半暫時無法開放 原因是0403大地震造成後面的那個 鹽體脆弱所以造成灘火 近期山區邊波土質不穩定 尤其中橫很多路段隨時都有可能崩塌下落石雨 不只要隨時留意公路局消息 非必要也不要上山以免發生危險 TVN新聞高中演唱本花蓮台中採訪報導 再來國際騎士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 就是俄烏戰場上現在最新的政權角力 以及目前最新的戰況 我們先來看到其實以現在來說 俄羅斯普京入侵了烏克蘭 時間其實已經拉到了第三年了 超過兩年的時間 至少已經造成了45萬名的 俄羅斯士兵傷亡 當中這個資料來源是來自於 英國的國防部武裝部隊的部長 他們的預估 因為呢在俄羅斯軍隊 俄羅斯士兵他們死傷的狀況 這個俄羅斯基本上是保密到家的 但是其實從過去的時間點來看 第二年死傷的人數大幅的增加了25個百分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俄烏戰爭的第二年 其實俄羅斯一直跟烏克蘭採取的是一個絞肉機的戰術 所以在人員還有物料的耗損上就會比較多一點 除了人的死亡偏多之外呢 包括是3000輛的主戰坦克還有109架的定義機 以及136架的直升機 346架的無人機都是被炸毀的 而這同樣也是來自英國的數據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其實在俄羅斯的內部 似乎現在也都出現了非常多的政權角力 我們先來看到他 這是俄羅斯的國防部副部長叫做伊凡諾夫 他其實因為涉嫌貪污被捕 對俄羅斯的國防部長邵伊古是一個重擊 這是大家在政界上的分析 因為在逮捕他的過程當中 真的可以用羞辱性極強來形容 因為他當時是開完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防會議 開完之後他就被捕了 而且當時他身上穿的還是軍服 所以很多人在解讀說 其實這是一個俄羅斯總統普欽 非常重要的一個對外宣誓 才有人說這是對現在的國防部長的一個重擊 但是呢其實現在普欽也傳出說 會在5月份提出新的內閣名單 所以說在這樣子針對這個國防部副部長的清算 還有因為他涉攤 捕獲他的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其實已經算是一個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首部曲 現在大家也都是在持續觀察 但是關心完俄羅斯我們再來看到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面臨到最大的困難 當然還是西方要提供給他的援助 遲遲沒有到手 雖然說美國這邊參眾兩院 還有美國總統Joe Vander都已經放行了 但是承諾的物資還是沒有拿在手上 所以連帶也拖累他們在戰場上的進度 最新我們要帶您關注到三個地方 包括是哈爾科夫還有對內斯克爾 以及奧德薩這些地方 其實整個俄烏前線當中的戰線 就拉了1000多公里 當然對烏克蘭來說 在資源不足的狀況 其實前線的戰況是非常危急的 包括烏克蘭的軍隊 是被迫從盾內刺客的三個村莊 戰術性的撤退 因為留的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意思 另外在烏克蘭的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也出現了俄羅斯持續的集結 希望可以加大進攻力度 就是希望趁著現在 美國歐洲西方的資源 還扭到烏克蘭手上之前 這段空檔趕快能打多少算多少 所以說這樣的狀況 當然讓澤倫斯西非常緊張 因為他說俄羅斯目前是利用 軍員交付過半的這個空檔 持續來加大這個清洗的力道 跟還有相關的強度 所以他還喊話西方說 趕快這些軍員到我手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 烏克蘭的總司令強尿說 烏克蘭前線的局勢 現在是一直不斷的在惡化當中 當中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現在最新的狀況 也大家常常說 其實打得比較激烈的地方 像是奧德薩 剛剛我們提過這個地方 從圖上你可以看到 其實俄羅斯的炮彈 持續攻擊這個區塊 連帶也造成了4個人受傷 4個人死亡 還有28個人受傷的悲劇 所以現在對烏克蘭來說 真的是一個生死交關 非常重要的關頭 但是他們其實也利用高科技 來進行反制 其實在整個戰事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會看到 人工智慧在戰場上的力量 除了這個大家很熟悉的 俄國煉油設施 今年烏克蘭對俄國煉油廠的攻擊 達十幾次之多 而這只是其中之一 烏軍有備而來選定產能較高的 立山州煉油廠 專家認為攻擊的效果 還比西方制裁有效 因為俄羅斯因此產量下滑 還下令禁止汽油輸出好工 國內使用 但今年以來 全球油價以上漲12% 美國其實不樂見 頻頻攻擊煉油設施 兩年前烏克蘭的無人機 完全沒有這樣的攻擊性能 現在卻能達到 1000公里外的煉油廠目標 等於俄國四分之三的煉油設施 都在打擊範圍 還有分析研判 烏克蘭早就悄悄結合 AI技術提升準確度 一日前針對立山州煉油廠的打擊來說 就出現第二架無人機追加攻擊同個高塔設備 也有專家認為烏克蘭已有所克制 畫面中這些藍點12國石油出口西方的主要碼頭 大約三分之二的石油產品都會經過這些地方 就算無人機打擊範圍越來越遠 但烏克蘭也得提防遭遇俄羅斯報復攻擊 黑夜中隱約見到巨大彈坑 週六俄羅斯就發射多枚飛彈 差點打中哈爾科夫一間醫院 幸好波及醫院的飛彈是落在大樓間的空地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烏克蘭除了精進防空性能 也持續研發低成本的無人機 畫面中這款名為AIRIS的偵查無人機 不僅安裝簡便 材質更令人大吃一驚 保利人為主的成分總重不過兩到三公斤 卻能飛行兩小時約一百二十公里 這樣的低成本無人機耐消耗更能大量製造 其餘札波羅的戰線 還有一群烏克蘭士兵身份不單純 畫面中幾名成員有的白髮蒼蒼 已經是六十歲以上的長者 這些人其實早已經不用當兵 卻還是想為國家盡一份力 因此自願組成機動炮兵部隊 被操作火箭發射器 只盼早日打贏戰爭 既美國通過外援法案後 澳洲也加碼軍援 只是有些援助恐怕來得太晚 然後中秋末 烏克蘭都要離開 從阿倫的城市 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 最大的一年代 而俄羅的進步 沒有停止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 斯爾斯基最新表示 東部前線戰況還是很危急 已經被迫從三個村莊戰術撤退 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分析 俄軍有機會朝阿夫迪夫卡周圍推進 並對查蘇夫亞構成威脅 只怕俄軍若奪取這個戰略高地 對烏克蘭東部的情況 又更加不利 鐵新聞綜合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 尤其是習近平 馬上要出訪歐洲國家 當然這一次 雖然不能說是歷史性的出訪 但是也是他久違的 造訪歐洲大陸 我們先來看到 他將會在5月5號到5月10號 這個期間訪問了法國 還有塞維亞 以及匈牙利 這三個國家 而且非常特別的是 就是在中國大陸的新冠疫情之後 他第一次來到了歐洲國家 但是其實大家很好奇的說 他當然要跟馬赫宏來見面 這個時間點就在5月6號到5月7號 當中到底這兩個人要談什麼 尤其我們知道法國本身就是歐盟國家 歐洲國家裡頭的是一個政治性的代表 當中雙方會談到的當然還是兩場 大家覺得地緣政治比較明顯的衝突 像是俄烏戰爭還有中東目前的局勢 都是一層重點 但是還有包括金融的緊張 還有生物多樣性 預計也都是兩個人會討論的 當然講戰爭好像還是一個跟歐洲國家 跟中國大陸好像有一點關係 但是其實大家更想要知道的是 兩個人會不會討論到經濟的議題嗎 尤其中國大陸電動車 現在持續的被歐洲 有意思要擋在歐洲的國境之外 主要當中的貿易摩擦 還有這個建德的移營 甚至呢挺俄羅斯的爭議 都是很有可能被觸取到的這個關鍵議題 尤其現在中歐兩個強權呢 其實現在大家很擔心說 會不會透過電動車還有其他物資上的抵制 導致緊張的局勢再度加劇 而現在習近平要展開他的歐洲攻略 如何重新的跟歐洲國家建立關係 尤其現在是一個中美對抗的大局之下 如何重新再跟歐洲建立一個更穩定 而且更有韌性的關係 也是在這次的執行當中 他非常重要必須要來關注的 而中國駐法大使他也說了 習近平這一次的行程 將會帶動歐洲行程更獨立的 還有更客觀的有華認知 因為現在整個歐美國家 其實都把這幾個字掛在嘴上 就是去風險降依賴 而如何呢 針對這樣子的風向再做扭轉 甚至重新塑造一個中歐關係 也是習近平還有整個中國大陸 非常所期盼的 而且在這次的行程當中 有一些非常標的的重點 就是習近平會前往25年前 被美軍轟炸的中共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當中的就職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5月5號至10號 對法國塞爾維亞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 新冠疫情爆發後 近五年來 習近平首度訪問歐洲 時間點和參訪地都備受關注 官方訊息顯示 其中一戰 習近平要前往塞爾維亞的 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就職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5年前被美軍轟炸 導致三位大陸記者身亡 在當前美中關係戰略競爭加劇下 習近平選擇參訪引發議論 路透報導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法國總統馬克宏和習近平 將在五月六號 在巴黎進行三邊會晤 法國官方證實會和習近平討論的核心議題 包括俄烏戰爭和中東局勢 近期歐盟才對大陸電動車 封電業展開反補貼調查 歐洲多國也爆出大陸間諜案 還有美歐對陸方支持俄羅斯軍工業一律上升 中歐矛盾加劇之際 習近平訪歐就看能扭轉多少緊張情勢 TVBS新聞小明珍李明珍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中東局勢 大家很想要知道說 以色列跟哈馬斯兩個人到底雙方 應該說兩個單位到底能不能 好好的坐下來談一談呢 尤其現在 納坦雅胡以色列的總理 要進攻拉法進行地面戰 似乎已經是箭在閒上不得不發了 現在包括以色列的軍力重兵集結 決戰拉法可以說是倒數計時了 所以說到底當中有沒有可能 再讓雙方休戰呢 其實在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有在談 但是往往只聞樓梯想 並沒有一個明確結果 現在以色列的休戰提議版本 最新的出爐了 他說他們願意用1比10的數量比例 你只要釋放40個人值換取400個囚犯 其實就可以讓雙方休戰 不過這個40個人值現在數字也有些變動 現在有傳出說以色列把這個數量再往下調 33個人就可以換400名的囚犯 但是雙方的條件是怎麼樣呢 雙方可以休戰40天交換數千名的巴勒斯坦囚犯 還有以色列的人士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交換的方式 其實大家都還是很希望中東的局勢可以穩定一點 還有在加薩地區這邊的人道危機也可以稍稍緩和 甚至美國國文勤布林肯也說話了 而且這個話說的蠻重的 他說以色列這個最新版本的休戰結議 我們要幫大家mark一下 因為他說非常慷慨 而且阻礙加薩人民實現停火 唯的阻礙是什麼呢 再變色一下上面寫的是哈馬斯 所以說美國國文勤布林肯這句話其實講得非常重 而且拉法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因為他在加薩地區跟埃及當中的非常邊界的區塊 所以現在埃及也非常努力的居中若旋 因為他們也很擔心說如果以色列真的往拉法地區持續的攻打的話 這些難民有可能越過邊境來到了埃及裡頭 所以說他們也要防這些大量的加薩難民 湧入了他們的國境之內 而現在以色列的財政部長也說了一句 讓大家覺得特別耐人尋味的話 大家我們一直都以為說 在以色列這一次戰役瞬間的是納坦雅呼 是以色列的總理 但是在國內似乎打到底的這樣的聲浪也是非常強 像以色列的財政部長就說 如果真的取消這個拉法的地面進攻計畫的話 他會出面推翻納坦雅呼 所以這樣的主戰派的聲音 其實在以色列的內部其實依舊是非常強勁的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其實現在這個在美國的校園裡頭 有另外一場戰爭也都是跟著開打 就是力挺巴勒斯坦人民這些學生 在學校裡頭頻頻的表達自己意見也引發了很多衝突 像是UCLA就是加州大學的洛杉磯分校 現在挺巴跟挺椅雙方的陣營原本是用圍欄來區隔雙方 但是最近有人突破這個防線其實也爆發了不小衝突 所以校警甚至介入希望調解雙方的分身 但是真的有辦法嗎 因為現在挺椅的聲浪其實在整個美國的大學校園裡頭 可以說是野火一樣的完全無法撲滅 像是他們一開始最早開始進行學生運動的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現在警方也在當地逮捕了百名學生 其他知名大學現在也都出現了挺巴浪潮 甚至這樣子的挺巴浪潮不只停留在美國的國境之內 在全球也都能看到在歐洲其實現在也有很多的學校 都在加入抵制以色列的行列 包括是巴黎的政治學院還有倫敦大學學院以及羅馬大學 現在也都出現了這個學運的浪潮 所以可以看得到如果現在其實在美國的國內 還有在全球的狀況再不好好的控制的話 如果這個以色列持續戰到底 恐怕引來的是更大的反抗神浪 全美大學校園挺巴勒斯坦示威抗議持續延燒 鎮央哥倫比亞大學周一校方和學生談判破裂 學校發出最後通牒 要霸佔校園的學生在下午兩點前拔贏 否則將面臨停學處分 各大校長稍早發表聲明指出 學校不會放棄以色列相關資產 但願意投資加薩的衛生和教育 並讓各大的直接投資更加透明 不願離去的學生包圍草坪上的營地 堅持校方達成他們三大訴求 撤資大學財務透明以及不懲處參與抗議的師生 根據社群貼文 週二凌晨數十名學生佔領哥大代表建築之一的 漢米爾頓大樓 至少兩百人封鎖入口 這裡是哥大歷次學潮發源地 包括一九六八年的反越戰抗議 而在哥大校門外 違反秩序的抗議群眾 則直接被紐約市警察帶走 眼看學潮止不住 不止哥大 另一所長春藤名校康乃爾 也對拒絕以往其他地點的學生寄出停學處分 過去一週 全美二十所校園橫跨至少十六週 一共數百人被逮捕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扎營學生 週一同樣面臨最後期限 接下來學校要迎接期末考核畢業典禮 但談判沒有結果 校警 州警和警察現身 與學生爆發衝突 約四十人遭到逮捕 全美大學都面臨兩難 要保護言論自由 也要維持學生受教育權 隨著事態不斷升高 越來越多人被逮捕 有民權團體炮轟警方在校園暴力執法 如亞特蘭大的埃莫里大學 和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警察騎馬或身穿防暴裝備 出手逮人 跨過大西洋 繼巴黎政治學院 法國索邦大學學生週一 也上演挺巴勒斯坦抗議 要求校方譴責以色列的行動 美國和以色列的宿敵伊朗 德黑蘭大學保守派學生和教職員 也站出來示威 表示與美國大學生站在一起 而就在這個時刻 在卡達 美國和埃及協調下 加薩停火協議傳出新進展 最新停火協議是哈馬斯釋放二十到三十三名人制 換取暫時停火 以及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以色列也讓步 同意不限制巴勒斯坦人進入北加薩 另外恢復可維持的平靜 若停火長達一年 以軍撤出加薩 以加薩則可換回剩下的以色列人質 哈馬斯有提案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周日與美國總統拜登通話時 要拜登幫忙阻止國際刑事法院 對與加薩戰爭有關的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周日與美國總統拜登通話時 要拜登幫忙阻止國際刑事法院 對與加薩戰爭有關的 以色列高官發出逮捕令 因為這包括納坦雅胡自己 以及以色列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其實AI這兩個字 相信從去年大家一路聽到今年 而且現在相關應用也越來越多 在密蘇里州現在就出現了 警方透過AI可以鎖定嫌疑人的車牌 當然創下了不少的功勞 但是大家更擔心說 如果AI無限制的發展下去之話 會不會對人類帶來更多的風險呢 所以現在美國要成立 22個人的AI安全協會 當中大家很熟悉的 像是黃仁勳還有蘇茂 都在人選名單之內 監視器各種畫面 巡線找車 美國密蘇里州警方煞費苦心 只為找到持槍逃逸的嫌犯 只是監視器無法拍下清楚車牌 不過現在他們引進新的人工智慧系統 不避車牌號碼也能找到人 藉由可疑車輛特徵抽絲撥檢 真人一一進行確認 確實對於警方查案有很大的幫助 儘管方便公務卻讓民眾害怕 因為開車在路上 還要時時刻刻遭到監控 但警方也未保障個資掛保證 不過AI擴大使用可能危急國安 引發美國聯邦政府關切 他們現在宣佈成立監管委員會 22人委員會來預防數位科技的威脅 助列成員涵蓋 揮答執行長黃仁軒 超維執行長蘇茲峰 以及OpenAI執行長奧特曼 科技帶來風險符合拜登政府主推政策 但開發AI的企業主身兼監管人 能否真正發揮守門人的角色也存在爭議 再過一個月就是世界衛生大會舉行的日子了 但是今年台灣有沒有辦法 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參與呢 目前看起來很難 因為中國大陸似乎又要出手阻弄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包括台灣在內的 國安補充預算法案 北京不滿表示這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也是違反一中原則和美中三公報 美國國務院主管中國台灣與蒙古事務的 亞太副助卿蘭默克表示 美國不希望兩岸緊張局勢加劇 呼籲北京和台北負責任的處理分歧 世界衛生大會WHA將在520總統就職後一星期登場 台灣在2016年之後就沒有獲邀參與 蘭默克表示美國支持台灣有異議參與聯合國系統及其他多邊論壇 提出四點反駁中國對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的解讀 2758沒有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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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緊張局勢和其他多邊緣 蘭默克表示 北京的一中原則和每個國家各自的一中政策不同 讓我解釋一下 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 我們支持距離交流 蘭默克強調 要讓台灣有異議參與國際多邊組織的活動 並不等同於支持台灣獨立 而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WHA也是有潛力 TVB新聞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前兩天台灣的天氣非常熱 很多人說難道是直接跳過春天進入到了夏天了嗎 當然台灣很熱 但是在世界上有更多的角落 更是高溫非常的嚴重 而且非常的嚴峻 現在在孟加拉他們放了72小時的高溫價 但價才剛放完 其實學生的學習進度都還沒有補償的狀況之下 馬上再飙出了40度高溫 讓很多的家長還有很多的學生都覺得苦不堪言 暗夜中下著磅沃大雨 民眾站在加油站內 四周只有車燈的微弱光線 龍捲風吹倒的電線桿造成美國奧克拉和馬州 27號晚間數千戶停電 空拍畫面顯示該州小鎮薩爾佛幾乎被移為平地 根據官方統計 當地已有四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才四個月大的嬰兒 除此之外還有超過百人受傷 我已經看到最嚴重的傷害 當局已經在周日上午展開搜救行動 並宣布該州進入緊急狀態 為救災提供更多資源 美國國家氣象局數據顯示 該地至少出現38場龍捲風暴 旗下的風暴預測中心表示 從密蘇里到德州近期有4700萬人 面臨龍捲風暴雨和洪災等氣候威脅 上週五在內布拉斯加也出現多起龍捲風襲擊事件 東部小鎮奧馬哈至少150棟民宅毀損 數據顯示這裡的龍捲風打EF3級 風速為每小時217公里 一名男子表示當龍捲風來襲 他剛好出門買熱狗逃過一劫 當眼前出現巨型漏斗雲 內布拉斯加州一堆老夫妻插點天人勇格 妻子趕回家時親眼看見家園被龍捲風當場撕碎 索性先生在龍捲風抵達的前一刻 鑽進了地下室的一個狹窄空間 風災後他們養的狗 竟然出現在離家400公尺處 好心人根據狗狗的名牌住址 把牠送回家 這已經是大自然在五年之內 第二度摧毀他們的家園 2019年美中暴雨釀災 內布拉斯加州也是重災區 才剛辛苦重建 又面臨龍捲風肆虐 這個我認為我們不會回復 我認為我們可以 在我們的年代 這比我們還可以回復 我們只需要回復 觸動扇子或是手持電風扇 但無論怎麼吹都是熱風 菲律賓馬尼拉這所中學 學生們擠在悶熱教室內 幾乎沒辦法好好學習 許多學生先前因為新冠疫情中斷學業 好不容易能回到校園上課 又遇上惡劣天氣 馬尼拉27號出現破紀錄的38.8度高溫 讓當地體感溫度達到45度 由於全國4.7萬間學校 大多沒有空調設備 菲律賓教育部28號宣布 所有公立學校停課至30號 允許校方可視情況改為線上上課 這也讓老師們鬆了一口氣 但沉香差距影響 不是所有孩子的家庭都具備遠距上課條件 加上這波高溫天氣至少持續到5月中旬 估計受到影響的學生打360萬人 也讓菲律賓年輕一代的競爭力 持續下降當中 南亞國家孟加拉首都打卡在28號這天 標出攝氏40度高溫 但當局還是恢復正常上課 因為才放了72小時的高溫價 不少家長一大早就抱著孩子 搭人力車上學 才剛經歷伊斯蘭摘接月 之後還有開接節放假 加上近期高溫價 讓孟加拉中小學進度嚴重落後 快趕不上期末考進度 打卡過去一周平均最高溫 較過去30年同期高出4-5度 估計接波熱浪還會持續好幾天 有部分學校表示 如果接波熱浪持續發威 將轉向線上課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從海溫的角度來看 其實從去年的6月份開始 一直到現在 海溫也是天天在上升 平均的破紀錄 更詳細的內容 請婉柔來告訴我們 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覺得 現在的天氣雖然還沒有正式進入到夏天 但是每天幾乎都跟夏天一樣熱 確實是如此 我們來看到前氣象局長 證明點他擠在臉書上面PO文了 另外還附上了這張圖 這條黑色的線就是目前的現況 跟過去的平均溫度比起來 可以說是高出一大截的 證明點就說了 其實現在這熱帶海溫 可以說是在異常增暖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呢 他就說其實這個熱帶面積 可以說是陸地是小於海洋的 就是說陸地比較少 海洋比較多 那看起來應該是可以降溫的 但為什麼這個海水的溫度 會一直升高呢 他認為這並非的是短期現象 而且是前所未見的 那有沒有可能是受到 氣候暖化的影響呢 這個證明點自己也說了 很快就會知道 不過天氣這麼熱 很多人會想要吹冷氣 但是隨著電價調漲之後 恐怕大家在開冷氣的 這樣子的衝動 恐怕也會跟著稍微的降低一點 但是呢 國民黨提出了電價動漲案 雖然說民進黨提出了修正動議 但是最後還是不敵在意的人數 通過了動漲電價案 立即停止調漲電價 並要求行政院責成相關部會 即刻檢討現行能源政策 終於闖關成功 國民黨提出了電價動漲案 等了一個月冷凍期 終於有結果 只是過程民進黨頻頻出招 不管是提出修正動議 還是重複表決全遭封殺 但會上演表決戰 全因為協商一掃時沒有結果 就像規則都是你在定 明明就有三掌能夠列席 但民進黨代表怎麼多了三掌外的洪生汗 藍綠朝的不可開交 立法院長韓國瑜受不了 出手要大家通通閉嘴 明明就有三掌能來開會 但柯敬明發言跳離主題 傅崑崎拍桌不敢示弱 一直在講養老院的回憶一路 去查回公園 我在發手機 我在養老院 一直都不開會 要注意全民的時間 你要制裁這個人 你要把他小小大意 這人是想要做 你不要去控制 藍綠總統要爆發口角戰 直四月以調漲電價能否塑及既往 經濟部表示依電業法審議會決議 也就是說目前漲電價就是確定的 但是立法院提出的決議會尊重 另外此決議為 建請行政院嚴處是否有立法權逾越行政權疑律 意思就是對民眾衝擊 人是漲電價為現在盡行事 不過重漲電價之後對台電的虧損恐怕會再度擴大 會來到了6000億元 甚至最嚴重的狀況恐怕台電會跟著破產 電價若能動漲對餐飲業者也是不無銷補 以台北市這間參救館為例 這個電烤箱就是用電量最大的機具 必須維持150度到200度之間 一天就要開12個小時 廚房裡除了烤箱還有存放食材的三個冷藏和兩個冷凍庫 都要24小時全開著 做飲料用到的果汁機還有展示甜品櫃 酒櫃 地內空調到照明全都濕電 攤開漲電價前三月份的帳單用電5400度 將近2萬元 4月漲價後用電更多 7500多度要2萬6 但因為調整用電時間 尖峰時段用電少看似比較便宜 但業者認為4月之後賬單每個月可能都會貴三千到八千不等 蠻不錯的啊 但我們電費的話其實就可以省下一筆費用 因為畢竟現在人物料嘛 工資全部都在上漲 台電先前預估 今年的卷幅五千一千億元尚未定案 但去年底虧損三千八百二十六億 若沒有調漲 今年預估還要再虧兩千一百二十四億 一共就是五千九百多億元 專家認為電家部長台電會破產 用政治的立場去干涉的話 到最後還是會再漲價 科技的事情 用這個事情來解決 這是很正確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提出這樣的一個意義 其實應該是考慮要修好 讓這個核電就是可以研議 本會的這個決議 其實就是國會當時依照國會的決議去做成的 那再怎麼樣 台電還是要依法手法來執行這個業務 台電和經濟部都回應尊重國會決議 但仍要遵守漲價的審議 若最後動漲草案通過 台電遵守最後決議 TV新聞 謝文翔 早日元台北財布的 昨天我們為大家報導說 在西門廳鬧區裡頭的知名燒肉店 傳出了火警狀況 而且幾乎可以用全面燃燒來形容 後來在調查說這一次的起火原因是什麼 毛頭就指向了廚房的排油煙管當中 似乎累積了太多的油垢所導致 而根據我們的調查呢 其實到底要多久去清這個油垢 恐怕還是要靠店家自己來自助決定 熊熊大火不斷向上燒 西門廳熊燒肉二十九號晚上用餐時間 不然發生火警 火不是從店內的用餐區 而是廚房的排油煙管先竄出來 大火一燒鄰近店家全受影響 同棟大樓的商旅 同集團的麻辣麻辣鍋 一樓超商都暫時無法營業 熊燒肉店去年九月安檢合格 明明燒肉店室內多數使用明火設備 除了自動警報器 滅火器 員工基本逃生訓練不能少 排煙的系統也要定期清理 怎麼會疑似是油垢累積過多未清釀火災 有其他連鎖業者每個月都會請廠商大保養 請管線來降低風險 熊燒肉被懷疑是否清理的次數不夠多 來到燒烤店可以看到大部分店家都會像這樣 每一桌都會設計一個抽風油煙管 他是可以直接將烤盤上面的油煙直接向上抽 那管線會一路集中到餐廳的正後方 也因此清理相當重要 熟烤店客曼師整間都在烤 也等於在考驗這家店的排煙有沒有做好 目前常見的排煙系統分為上溪式還有下溪式 兩種各有優缺點 上溪式距離火源比較遠 下溪式火源就在邊緣 有可能會吸入火星 但比較之下下溪式能夠明顯降低油煙飄散出來 但他的價格也不便宜 整套系統要上百萬元 但不管是哪一種都得定期清理 那清洗的方式比較困難 就是要請專業的廠商來 然後他會在上面這個地方打個洞 打個洞他會注入他們的那個化學的清洗藥劑 正常他的說明都是二到三年 他上面那個軟墊就會斷掉 那如果你不壞的話 他的煙就會從外排出來 雖然目前熊鷹燒肉店的起火原因還在調查 但幸好無人傷亡 業者也該好好檢視排煙系統的維護 是否有達到安全標準 TVA新聞 蔡美群 葉俊台報導 其實這些餐廳的消防設備當然是非常重要 也都是會定期來檢查的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最近餐廳真的不好做 除了剛剛看到的火警意外之外 最近也常常出現食物中毒的情況 所以有餐飲業者就非常擔心說 會不會缺工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呢 但是也有很多的餐廳強調說 就算再怎麼缺工 他們也一定會讓員工做好完整的訓練 才會正式上場服務 在業者經常用火用電 所以騷房設備就很重要 像這裡有受信總機還有滅火器 不過店家都會依照評數 來安裝不同的騷房設備 餐廳是容易發生火警的營業場所之一 騷房設備也不能輕忽 雖然火鍋店大多都使用電磁爐 仍要具備相關消防裝置 其中這家業者新進人員 就得先學會使用滅火器 而這些都得靠平常的員工訓練 近期保齡茶室 葬壽司 還有汗來漁港接連爆發食安問題 光是兩個月內就將近十起 因此員工訓練更為重要 擺放碗筷清潔桌面 先示範一次再看著員工做 檢查有沒有做好 自助吧擺盤前輩也在旁邊協助 要讓他們更快進入轉化 每個滿甸的教育訓練 我們又落實到每一個保姆的制度 去做一個帶領 那他在一個每一個讚都會做個 相關的考核 那考核過之後再往下一個讚別 來做相關的考核 每個新進員工包含工讀生 都要通過訓練後再做下一個進階工作 才不會在過程中出現問題 不過現在餐飲業難以避免的 就是缺工問題 餐飲業普遍存在著高溫 高壓 高工時 這樣子的狀況也大大降低了 年輕人想要投入餐飲業的意願 餐飲相關的學生 減少了4.2% 佔比最高 缺工問題存在許久 外界質疑是否是因為缺工 導致員工訓練不足 不過有餐飲業者透露 不管正職還是兼職員工 每一個階段工作都會完成訓練 等到上手後才會讓他們 獨當一面 TVB週中期約束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明天是五一勞動節 應該很多人都要放假 但沒關係我們來關心一下 勞工的權益 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休息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上班族 都是工時過長 而且產生了過勞情況 當中人類銀行就調查說 有64%的族群擔心自己是不是太累了 工時過長 而且平均來說 工場裡頭的工時 現在是9.6個小時 但是理想是多少 理想是7.4 等於說還是必須要減少23% 很多人其實也都常常的加班 甚至有高達8成3的人 曾經在下班過後 把工作帶回家裡處理 甚至其實很多人發現說 我工作這麼久 工時這麼長 但是好像口袋還是比較平級一點 通常來說財富千萬 才會讓大家覺得有安全感 但是其實很多人說一直在加班 也導致他們身體的健康是不理想的 而且常常加班的族群 來到55.8% 當中有52個人認為說 你必須要口袋裡頭 或是賬戶裡頭有千萬 才有辦法真的覺得比較安心一點點 但是其實現在台灣M型化社會的趨勢 越來越明顯 當中貧富差距 台灣最新的調查數字 是當中差了66.9倍 雖然說這個數字 跟上一次的數字相比 其實進展的非常多 算是貧富差距拉得更大了 但跟其他的國家相比 包括澳洲 英國 南韓 法國 我們台灣都還是小屋見大屋 所主鈔票打開存折 檢視自己的存款是否夠用 行政院主計總處也公布了 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平均每一個家庭一千六百三十八萬元 不過前百分之二十跟後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財富差距達到六十六點九倍 比起上一次公布資料 也就是民國八十年的十六點八倍 貧富差距呈現了上升趨勢 把所有的家庭分成五等份 一等份佔百分之二十 財富最多那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以及最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資產差距倍數就是貧富差距 最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平均每戶七十七萬元 高於南韓 澳洲 法國 英國等國家 而雖然台灣的貧富差距六十六點九倍 但還是比澳洲的九十三點一倍 英國的一百零九點五倍 南韓的一百四十倍 跟法國的六百二十七倍還要低 在全球央行採用貨幣寬鬆政策之下 房地產上漲 股市創新高 這些因素讓貧富差距擴大 而許多人努力工作累積財富 希望能夠加薪減輕生活負擔 五月一號勞動節閒 關心職場權益 年輕人感嘆加薪好難 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 有將近三成的上班族 已經長達五年沒有調薪 更有百分之九十的民眾不滿意 自己現在的薪資 近來物價飆漲 年輕族群先求生活能過 薪水調整 對於現階段來說 恐怕就是最大的幫助 TVBS新聞李政文 黃凱欽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南韓的危機 尤其現在因為全球都是不斷的升息 想要抑制同膨的狀況之下 連帶讓這些很多的企業貸款繳不出來 尤其經濟學家就說 南韓現在風險很大 因為有111兆韓員專案的融資債務 是有麻煩的 尤其很多人跟隱私銀行來借錢 如果這個問題不好好處理的話 恐怕會出現破產危機 而南韓現在有很多的一人家庭 南韓社會每三個家庭當中 就有一個是一人家庭 去年南韓女性家族部 調查一萬兩千多戶家庭的結果顯示 一人家庭佔比呈現增加趨勢 在南韓青年族群當中 家庭以夫妻和子女組成的傳統價值觀 正在減弱 20年10名中7名 人家庭佔了一千萬戶 創下歷史新高 從年齡層來看 60到69歲的人最多 達到185萬一千七百多戶 30到39歲的族群和50到59歲的族群 排在二三位 從地區來看 人口較多的金七道和首爾市分別排在 第二位 2005年20% 水平均一人家庭佔比 一人家庭佔比 2019年30% 人超過的年齡 最多的年齡 最多的年齡 但是人口在南韓已經是趨勢 2022年的調查看 性別佔比有所不同 女性70歲以上 男性31歲的佔比最多 男性成長 男性成長 30歲 女性成長 男性成長 70歲以上 比重 調查顯示 一人家庭的資產減少 負債增加 去年南韓一人家庭的年收入 平均只有三千多萬韓元 換算約70萬台幣 不到整體家庭平均的一半 一人家庭有54.6% 居住在12坪以下的小套房 住宅持有比例 30.9% 遠遠低於整體家庭的 56.2% 從調查結果來看 一個人生活少了家庭開支 也不見得比較省錢 為何韓國人寧願單身也不要結婚生子 從女性的角度來看 或許和家庭責任有關聯 對於年輕女性來說,放棄懷孕的經濟價值更大 調查指出,對年輕女性的生育不利 對出生率下降的影響佔了四成 也就是說因為擔心工作中斷 而不生小孩的佔比達40% 韓國開發研究院認為 假使年輕女性在育兒同時 還能維持工作,實現自我 才能提高她們生小孩的意願 至於臉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